台上席兄李维家亲吻王一博、赵丽颖审离。 早上好,伙计们! 今天,我们继续有关王一博和赵丽颖的有趣信息。 说起李湘,大家应该都不陌生。 她曾是湖南卫视一姐,主持快乐大本营8年。 之后,李湘就开始养了,说每周都是一样的节目, 一样的流程,自己也看腻了,然后选择退出快乐大本营, 自己开公司。 自从李湘退出主持行业后,她就隐居幕后,当上了老板。 与王月伦结婚后,生下女儿王诗玲。 后来陪伴李湘的新闻就是炫富、炫豪车、炫耀钻戒、 名表等等,李湘的口碑也变得很不好。 网友吐槽他们家胖,他却回应网友称, 不要用穷人的思维来摇摆我们瞬间, 拉低了大家对他的好感度。 2012年,芒果台主持人李维嘉36岁生日, 李享和同事合影,为李维嘉祝福。 虽然说是祝寿,但李湘的举动也有些出格了。 照片中,李维嘉半裸被李湘撞胸。 旁边的一个绝色美女看到这一幕,不禁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 近日,有网友晒出了一段李湘和王一博跳舞的视频。 照片中,李湘身穿皮草,头上戴着一副墨镜。 李想看起来很有钱,但他还是那么胖。 画面中,李湘对王一博使了个眼色,随后又搂住了王一博的脖子,亲吻了王一博,最后王一博害羞地避开了。 不得不佩服李想,年纪大了还能这么撒娇。 李湘今年45岁,王一博才24岁。 两人相差21岁。 他可以做王一博的妈妈。 这么大胆的挑逗小鲜肉真的好吗?